在杭州西湖寸土寸金的北山街上 有一座低调而神秘的园林别墅 不知为何竟然荒废了多年 而圣人的是 在园林中除了活人的住宅 竟还有五口石棺 那么别墅的主人是谁 为何荒废石棺是怎么回事呢 走到这里 在密林眼影下出现了一个高台 高台上一块石雕 是巴金先生的手记 汤金大字 江南文学会馆 石雕的左侧是北山街94号汪宅 而石雕右侧长长的阶梯 则是通往我们今天所要探秘的别墅 北山街95号岁炉 岁炉是哪位富豪所建呢 能在这西湖边上 建起占地两亩的园林别墅 主人自然是非富即贵 据说站在碎炉的观景平台上 远眺西湖 视野绝佳 岳湖 玉带桥 苏迪和雷锋塔 尽收眼底 这位风眼又多金的碎炉园主人 是民国时期做烟草生意起家的 广东富商鲍伯林 他家底英史 在广州 上海 杭州都有产业 石阶拐弯处所建 是低处林街的汪仔 再拐个弯向上 高处半山腰 便是碎炉大门了 通往碎炉的石阶铺满落叶 护栏上也是布满青台 而铁制大门秀记斑斑 用铁链紧紧的锁着 显然已经有很久没有人进出了 碎炉始建于1922年 历时三年修建完成 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 鲍伯林是广东人 碎炉的意思是广州人所建的简陋房屋 从铁栅栏大门望进去 迎面便是一条延伸至观景平台的长长的山道 左侧这是碎炉祖庭院的砖墙门楼 可以看到围墙门楼和房屋都是用青砖锁器 低调而古朴 门楼座西草东飞檐峭角 雕刻精美 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格 也不知为何 望见眼前的景象 感觉有一股萧色与森然的气息扑面而来 也许是因为多年前 江南文学会馆从这儿搬离后 此处便再无人气 也许是因为听闻了 关于碎炉阴阳宅的古怪传说 没能进入大门紧闭的主庭院 我们却在紧贴着主庭院的半山坡上 何然发现了五口石棺 这里便是碎炉的阴宅 原主人的家坟所在 准确地说 这些石棺应该叫果 棺果内部是木头的棺 而外部则是石质的果 一般入葬后 果会被水泥之类的材料密封好 而眼前的石果却是残破不堪满木苍蚁 上面爬满了野草和植物的藤蔓 五口石棺就这样分裂在登山步道的两侧 路旁的两口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形状 也不知道为何会破损成这样 如今石棺是敞开着的 那么它的内部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来看一看 很明显这是一座夫妻合照墓 中间有一道隔墙 而现在除了淤泥落叶和杂草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这五口石棺到底葬过什么人 为何如今空空如也 又为何破败至此 怕是已经嫌有人知了 就如同岁炉和他救主人的故事一样 消逝在岁月中 我给你一个子 进来 之后 就是